曾经单挑学术大咖康有为的孙文 如今竟然干了一件大事 这天是1895年的重阳节 新中会的诸位大哥们齐聚广州 密谋要掀起一场推翻清政府的起义行动 这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第一次武装反清起义 众人纷纷摩拳擦掌 显得十分兴奋 此次谋歌广州兵贵金不再多 人一多就会相互依赖 一个人不敢前进 大家都不敢无封 我们就要一百人的赶死队 奋勇守义 这事一定成 孙文把起义地点选在了广州 一方面广州是南方大都会 一旦起势影响巨大 另一方面那里的清军正在因为待遇的问题闹市 如果能煽动他们造反 必将会壮大起义军的实力 而时间定在重阳节 则是因为这个日子会有很多人回心扫墓 可以有效掩护起义队伍的行动 我军百人五人一队 配足长短枪械 直驱官署内侍 将其长官一枪击毙 虽然驻扎在广州的八旗军战立教务 但毕竟有上万人 所以孙文的计划是 这次起义的规模不宜过大 组织一个百人赶死队即可 对广州的各个重要雅鼠进行逐步击破 擎贼先擎王 打蛇打七寸 只要把关键人物控制住 这场仗就能委名 这次起义的旗帜是由陆浩东 亲自设计的青天白日起 而起义的口号则听着很耳水 叫做除暴安良 款筹得怎么样 谭香山那边 你哥以每头六七元的见价 卖了一千头牛 赞助了一万三千套 还有就是 一百一十四名新中会会员 叫来的会费共二百二十八美元 还有就是以新中会的名义 在谭香山发行了中国商务工会股票 共筹得了一千一百美元 起义的经费就这么多了 去够了 我看够了 都把它换成银子 让三合会出一百人 我们给他们一万港元 剩下的钱呢 我们买枪 买炮 不愁大事不成 新中会骨干杨瞿云负责采购枪械 以及招募壮士 他曾经担任过李鸿章的招商局传务书记 人脉和路子都非常广泛 他联络到了香港三合会 打算花钱从黑帮里面招募一百名死士 三合会的首领亲自和孙文见了面 简单客套之后 随即表示 这可是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的差事 一万港元实在太省了 怎么这也得再加一杯 孙文听后没有多说 直接就掏出了银条 钱可以给 但是事必须得做成 放心吧孙先生 来 弟兄们 大家来敬 孙先生一杯 钱有了 枪有了 人也有了 万事皆已俱备 孙文等人无比兴奋 展开青天白日旗 互相加油补劲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心中会会员朱祺的哥哥朱湘 为了老好处 竟然向官府进行了告诺 更悲哀的是 从黑帮里选出的这一百名乌合之中 在起义当天竟然临阵脱逃了 枪蝎呢 还没到呢 人呢 去 没见 黑老呢 我也奇怪 怎么到现在还没有来 我问的是你 一仙 一仙 来了 来了 不是 是官兵来了 已经没有了任何机会 起义还没开始 就宣告失败了 官兵来得非常迅速 众人只好分头撤退 陆浩东为了掩护他人 不幸正好撞到了前来击捕的清军 最终遗憾地殒命在了乱枪之下 陆浩东也成为了为共和革命而牺牲的第一人 孙中山先生的第一次武装起义虽然就这样失败了 但却为后来的一系列起义积累了无比宝贵的经验 在清军的全程搜捕之下 孙文被迫亡命海外 他返回檀香山 这次革命继续力量 李鸿章的接班人荣禄迎来了和翁同河的第一次正面交锋 要说这俩人呢 在二十年前原本是结败兄弟 可后来却反目成为了敌人 当年荣禄正式受到了翁同河的出卖 才被贬到了大西北啃肉加抹 如今李鸿章倒台 荣禄被调回北京成为新任后党骨干 与如日中天的帝党骨干翁同河自然是处处针锋相对 却使荣禄第一天来军机处上班 他随手翻看着几本折子 变中堂有什么吩咐 这是怎么处置的 变中堂这份奏报已经处理过了 不光这一份 你看这一路都处理过了 谁处理的 是我 还有沁王爷和其他几位军机大臣 请问翁师傅如何处理的呀 三个字 知道了 像这种鸡链狗碎的事 荣大人难道还想做什么文章吗 孙人要造反 这是鸡链狗碎吗 在翁同河带领下 显然整个军机处都在上班摸鱼 面对堆积如山的问题 只能是已知道了这三个字来敷衍了事 而面对荣禄的秩序 翁同河更是一脸的比 心想你荣禄这么问 就好像显得只有你会办事一样 随即就举出了几个例子 像什么河南浮牛山的孙二黑 江西干南的侯瘸子 贵州的宋八 等等等等 比孙文大的匪群有十几处 朝廷连他们都无暇顾及 李荣禄在这当什么闲眼包呢 您知道不知道 孙文和那些小毛匪子不同 我看没什么不同 在巡抚衙门门前捡辫子 不打家劫舍 不要钱还往里贴钱 这还不说 对内有席文 对外有宣言 还要建立什么合众政府 试问哪个小毛匪子 有如此明确的纲领啊 我敢说 将来对朝廷危害最大的 莫过于孙文 翁同和虽然无法反驳 但依旧是不为所谱 荣禄也不再跟他废话 当即传令 要求梁广总督谭忠林 速将孙文缉拿归案 不得不说 荣禄的确眼光独烂 仅凭一风奏折 就断定孙文这个人绝对不简单 哼 累死他 另一边 孙文的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后 被迫逃往海外 后来辗转来到谭香山 回到了哥哥孙梅的农场 要说他的哥哥孙梅 那绝对是在其革命生涯中起到了至关重要作用的人 孙梅早年赴谭香山经营农录业兼营商业 短短数年便成为了当地的首付 后来加入新中会 为了弟弟孙文的革命事业 无条件地在物质与精神上给予了其巨大的支持 甚至是不惜倾家荡产 谭香山的同胞们 谭香山有128座火山 那就是128道共和革命的火种 谭香山有25000名华侨同胞 那就是我25000名革命兄弟 你们海外同胞捐钱 我们国内兄弟捐命 你们每人捐款5美分 那就是上千的美元 我们新中会就能进行一次反清的革命 此后的孙文 积极在海外为革命宣讲募捐 后来又前往日本开办学堂 同时秘密向日本黑帮采购武器枪写 利用各种手段为革命事业积蓄着力量 在大清国内 同样在积蓄着力量的还有一个人物 那就是袁世凯 他受李鸿章的举荐 被皇上任命为直立暗查室 奉旨督练朝廷的新建陆军 这支新陆军有一部分是李鸿章的怀军救 历史遗留问题较多 兵品习性很重 管教起来有些麻烦 袁世凯刚刚走马上任 又将如何施展手段来树立威信 袁世凯把国家武装变成私人军队 正是从这里开始 他的发家之路也正是从这里起 在跪舔完李鸿章以后 袁世凯终于获得了举荐 被朝廷任命为直立暗查室 负责督炼新式陆军 这支新陆军是以李鸿章的怀军为基础建立而成 建立之初 其腐化不正之风还有很多 袁世凯刚到天津兵战 只见有在大街上追逐梁家父母的 还有效仿强哥询问西瓜是否宝树的 等等等等 真可谓是兵体横行 回到军营后 各位军爷似乎并没有把这位新来的袁大人放在心上 他们更关心的只是军下 马三郡曾是李鸿章的贴身事务 和这些怀军旧部都很熟悉 李鸿章让他来帮着袁世凯练兵 其实既是帮忙也是监督 他对着兵体丘四毛就是一顿大索的狂抽 马三郡的这句话很有意思 先说李鸿章宝剑 再说太后典将 这也暗暗说明了在他的心中 李中堂自然是排在首位 甚至连太后都要往后考 当然了最后才是你袁世凯 如果说这句话比较隐晦 那么下面这句就比较明显了 我给我听着 我马三郡奉李中堂之命 前来袁大人军前效力 临行前中堂大人再三嘱咐 要我马三郡像孝敬他老人家一样 孝敬袁大人 句句不理李中堂 更主要的是 老兵们一听到李中堂的名号 瞬间就老实多了 袁世凯见状随即秒懂 这李鸿章的练兵套路十分简单粗暴 那就是把朝廷的兵们全部变成自己的私家军 把军队牢牢地把握在自己手中 袁世凯的野心开始滋生 暗暗决定要参照校服 走过既改 本官不会追究 起来吧 谢家人 我知道你们关心的是军饷 不过实话实说 我袁某夫人之前 我这龙门也跳 狗洞也钻了 使出了吃奶的牛尽 才搞到了这足额的兵强 袁世凯很明白 想要把部队变成自己的私家军 大师恩会是必不可少 他在这里耍了几个小聪明 先说自己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要来的军饷 随后又说这军饷是专门给新军用 不能发给旧部 正当老兵们议论纷纷 情绪失落的时候 袁世凯转头又让马三郡 把想前抬了进来 只不过这次 变了一种话术 诸位 这点意思 是我袁某个人给大家的见面礼 不在诸位的奉吟之列 每人八百两 诸位 千万别先吵啊 不得不说 袁世凯这一招实在是巧妙的 瞬间就把大家伙的心给抓得牢牢的 当然 在军队里面 不能只有恩惠没有规矩 袁世凯拉近了与老兵们的关系 借着这个势头就说起了纪律 从今往后 我就跟诸位在一口锅里轮马勺了 咱们有言共贤 无言同诞 不过 我有言在先 咱们这是军队 军队是最讲规矩的地方 最大的规矩 就是服从长官 袁世凯随即掏出了李鸿章 赠送给他的那把纯金左腕手枪 严肃的说道 这把枪李中堂待在身边二十多年 但却从没有用过一次 我也想效仿他老人家身怀力气 甚而重之的气 所以 我希望诸位服从长官 遵守纪律 有什么事 不要跟我袁某人过不去 因为你要是和袁某人过不去 就是和李中堂过不去 跟李中堂过不去 就是和这把枪 过不去 就这样 袁世凯把这些怀军就不轻松拿捏 历史上的袁世凯 不论人品口碑如何 但就治军练兵这一套来说 确实是有独到的过人之处 你见过国家军队什么样吗 全是个人的 一句话 我要让这支军队叫袁家军 你不能不帮我 这位驻德公使方大人 是我的童年 我请他物色一批德国军官 来咱们小战当教官 德国军队最佳就服从 训练出来的士兵 犹如机器一般 哈哈哈哈 知我者 军人兄爷 袁世凯一生中没有什么好朋友 而徐世昌却是很特殊的疑问 这俩人的关系呢 真是铁的不行 他们一文一武 刚柔并济 共同创立了北洋基业 在整个创业生涯里 甚至可以说是断头之交 一起左右了晚清和民国初年的 很多中国大事 徐世昌很早就和袁世凯建立了很深厚的勇 当年老徐没钱进京赶口 正是老袁豪爽的慷慨解答 不惜把全部盘缠都给了他 这俩人共同经历过落魄 所以才能一见如故 惺惺相惜 袁世凯来到小战练兵的时候 感觉身边缺少一个笔杆子 于是第一时间就想到了自己这位老友 军人兄 昨夜纸上谈兵 今朝化毛成虎 贝廷啊 你这戏法变得够快的 哈哈哈哈 徐世昌不愧是汉林院的宝学之士 他学识渊博 心思缜密 实是有大才之人 袁世凯迫不及待地想让他辞去汉林院的贤差 来和自己一起创业 这两人一个大志大语 一个楚世周全 如能相互佩补 必将成就大事 袁世凯随后说出了自己的计划 要想练成一支新式陆军 用那些老弱兵体和油条将冠肯定是不行 到时候该安置的安置 该潜散的潜散 而后呢 从安徽 除州 山东 河南一带重新招募一批朴实的农民来当兵 至于将官嘛 那就更重要 都说 少姓 师爷 湖南将 我不信这个邪 我要布局一格将人才 只要他有一技之长 我就让他为我 不 为朝廷 好好效力 袁世凯侃侃而谈 越说越兴奋 而精明的徐世昌却早就看透了他的心思 你小子憋得什么屁 我还看不出来吗 袁世凯被戳穿了 不禁满脸尴尬 事已至此 真人面前不说假话 索性就全盘说了出来 我们来小战的那天起 我就想着怎么样把这支军队牢牢地抓在自己手里 你看 曾文正宫创立了湘军 长毛一灭 他给解散了 什么以为老招 李中堂呢 千难万难 弄出一支淮军了 可到头来你看 就剩下这个 军人兄 我给你说的可都是实话 诶 军人兄 你不能不帮我啊 袁世凯野心爆破 他想把国家军队变成私人武装 这可是杀头的罪务 此情此景之下 竟然能全盘说出 可见他对徐世昌是有多么的信任 而徐世昌却沉默无语 静止走到桌前 提笔便携 袁世凯凑进去一看 不禁恍然大悟 徐世昌正式和袁世凯合体 两人就此一起走上了创业发家的宽阔大门 要说老徐世老袁的诸葛并不为国 小战练兵时期的征兵广告 练兵手册 兵法条例等等等等 各种文案几乎全部出自老徐一人之手 这两人都当过民国大总统 也都是身处政治中心的人物 按理说他们之间 本应没有真正的有意 衡量关系好坏的标准是政治利益而不是友情 但袁徐二人居然能打破这一传统 甚至在政见不合的情况下 仍能保持终生之友情 从某些方面来说 也确实是可敬可配 有了老徐这个金牌辅助后 袁世凯的练兵事业越做越好 袁家军的影子也逐渐显现了出来 我们吃谁的饭 吃炒铁的饭 吃袁大帅的饭 吃炒铁的饭 咱们穿的是谁的衣 吃炒铁的饭 咱们替谁出力 替谁大帅出力 替谁大帅出力 这个男人凑到新兵的身边闻来闻去 可突然下一秒 起来 给我起来 坐 你是怎么获过新兵考试的 男人正是袁世凯 这是他来到天津小战督练新陆军的场景 眼前这个新兵不仅面黄肌兽 而且还不停的咳嗽 最关键的是 他身上有一股浓浓的大烟味 袁世凯勃然大怒 立即命人将新兵拉下去严厉责罚 你们给我听好了 我最恨的就是鸦片 大清激热 自鸦片战争时 你们给我记 以后还有谁敢吸鸦片 一个字 斩 要说袁世凯这个人的口碑虽然不早地 但他练兵治军的手段 那也真是没得说 他以德国军制为蓝本 制定了一套完整的静代化陆军建军方案 基本摒弃了八起 陆英和湘淮军的旧旨 更加注重武器装备的静代化和标准化 可以这么说 小战练兵 揭开了清军编练静代化的序幕 在中国军制史上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 袁世凯作为最高长官 他要亲自把响赢和军装发放到每一个士兵的手里 以加强上级长官与下级将士的紧密度 同时 他还要打造绝对服从的铁运 小战练兵为什么能够成功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极其严格 各种章程 绿条 法令等 周贝尔细致 有胆敢冒犯者 绝对严惩不淡 四千新兵全部到位 加上从怀军旧部精心挑选出来的三千人 小战已有七千人嘛 现在 就差将官了 徐世昌不愧是金牌辅助 所有的规章文案等等 几乎全是出自他手 他早早的就准备好了一份巨弦告示 打算广招天下英才 然而袁世凯看后 却觉得差点意思 不能这么闻周周的 我要让抖大的字 不识以锣筐的人也能看得懂 最好是 能押韵 当歌唱 徐世昌听后瞄懂 随后重新备纸 提笔便刷刷写了起来 纸一会儿的功夫 打游是一般的广告就新鲜出炉了 世凯小瞻炼兵 广招各路才俊 求贤不拘一格 忠的兮的都行 莫作李广之叹 今朝保国请英 大才啊 菊仁兄 哈哈哈哈 好好 就是大 你可千万别对人说 是我写的 不能够 这等狗屁文章 哪能出自菊仁兄之手呢 那如果 有人问起呢 我就说 是一个连秀才功名 都考不取的 蠢蛋写的 谁啊 我 哈哈哈哈 连世凯非常注重军事教育和军官的培养 只要有一技之长 都可以映照入 可以说是不拘一格匠人才 他在小战练兵的期间 果真招揽了一大批十分优秀的文武高材 而这些人出身各异 有军人世家的高干子弟 同样也有市井民间的能源意识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位 当初京城妓院里看家护院的大茶壶 哎呀 远哥 你就别走了 哎远哥别走了 你谁来保护我们 自然啊 那行了 反省 他曾经驱赶过落魄石器的袁世凯 而如今却面临着失业 他叫孟恩远 在民国历史上 也是能排得上号的一位人物 他从妓院大茶壶逐渐变成了民国军阀 发迹之路 正是从袁世凯这里走出来的 还有这位 赵炳君 炳君 有个叫袁世凯啊 正在招兵买马 我跟他是败马之交 你带着我这封信啊 去找他吧 赵炳君此人不简单 作为清末名初著名的政治人物 在袁世凯担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期间 被提拔重用为第三任国务总务 他曾拟定警务章程 创设警务学堂 可以说是中国近现代警察制度创始人 等等等等 一大批优质前力骨将官被招募了进来 这些人在小战期间还是岌岌无名 可是从小战走出去后 几乎个个都成为了军政大威 兄弟张勋 原在五位军当兵之俩 我叫曹坤 天津大孤人 炮兵第三营方代 王世珍 炮兵第三营统代段祁瑞 独操营务处帮办冯国张 袁世凯十人的眼光很是毒辣 他不看出身 只看能力 在这批军官里 除了北洋三杰王世珍 段祁瑞和冯国张 是正儿八经的军事学院毕业 其他大部分人的从业经历 那就真是天差地别了 而最奇葩的 当属这一位 诸位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他叫孟恩远 原是管妓女的伙计 这骑兵就如妓女 他要是能管好妓女 就一定能管好骑兵 本大帅 任命你为骑兵第六营对关 孟恩远在民国历史上 也算是一号人物 跟随着袁世凯 逐步地混成了军阀 而和他相比 大家更为熟悉的 应该是下面这两个老六 他叫张勋 后来率领辫子军拥护 普仪复辟帝制的 就是此人了 他被称为是一个 愚蠢的野心家 不过据说 在后来成为了天津首富 而且还娶了十一房一太太 以后 我要不给大帅 好好地卖命 我张勋 就是婊子养的 还有这个人 他叫曹坤 也就是后来有名的宝定王 更是第五任中华民国大总统 曹坤的名声不怎么好 但他却也有最后的底线 那就是不当汉奸 略军侵华的时候 想拉他出来当俘虏 年迈的曹坤立世宁肯和西州 也绝不给日本人办事 总体来说 也算是有功有国 小战内真可谓是群英会萃 能人亦是皆有 而和这些粗人相比 大才子徐世昌讲起话来 则就要高出不止一个量级了 军兄 本朝文贵武剑 你已是汉 何苦降格从军呢 这个何用解释 宋文正宫和李中堂 文才盖世 可到头来还是武功名士 男儿何不带无功 若个书生万户侯 说得好 好 一时间 众人群情鼓舞 功仇交错 把军营内的气氛 逐渐推向了高潮 这时候 袁世凯忽然看见了一个 有点意外的面子 此人正是赵炳军 他似乎没什么过人的从业经历 不过在领导面前 却显得很懂事 赵炳军 你来干什么 家父说 大帅和他八百之交 那你会干什么 我什么都不会 你什么都不会干 那我就留你了 可是 大帅交给我的事 我保证能干 那行 那你就留下 我有事再交给你办 有了这群火宝和老六们的加入 袁世凯小战练兵的事业 逐渐越做越好 然而 新招的同事一个个都在升职加薪 特别是连孟恩远这号人物 都成了中层 然而那些怀军救过的老兵们却毫无提拔 甚至是有点受到冷落 马三郡是李鸿章的贴身侍卫 这次虽然是奉命来帮袁世凯练兵 但他打心眼里却一点都瞧不上袁世凯 他和怀军老兵邱四毛在外边喝得鸣鼎大醉 口中不停地抱怨 怎么说自己也是李中堂最亲近的人 可现在却备受冷落 邱四毛一个劲儿劝他放宽心 李中堂的老部下全是这个待遇 又有什么办法呢 两人越喝越多 可没想到接下来就闯了一个大火 三哥 我看你是猫叫吃的 要不要兄弟我先给你找个小表的出着火 袁大人管天管地 还能管得咱们兄弟球弹上的事情 你们两个干嘛的 干嘛的 袁世凯督练新陆军 破格提拔了一批刚入职的新员工 甚至连那个曾经在妓院当打手的孟恩远都成了小中层 而反观李鸿章的那些怀军救母 却没有任何升职加薪的机会 尤其是马三郡 他可算是李中堂的心腹人物 如今也备受冷落 马三郡和吃瓜哥秋四毛一边喝酒一边抱怨 俩人很快就喝得五迷三道 于是就打算出去搞点事情 三哥 我看你是猫叫吃的 要不要兄弟我先给你找个小表的出出火 看袁大人管天管地 还能管得咱们兄弟球弹上的事情 在秋四毛的怂恿下 两人晕头转向的就闯进了一家农户 吃瓜哥酒劲上瘾 终于彻底放飞自我 他拔刀捅死了两个老男 接着又把人家姑娘给强暴 第二天一早 这件事情直接冲上了大清的热搜 连世凯小战练兵的事业刚有起色 就迎来了巨大的灾难 强奸民女滥杀无辜 这个袁世凯非杀不可 不然新式陆军纵是操练成功 最终也是个祸国殃民 要把文章做大做足 小战新军一年要花掉上百万响音 这里边一定有鬼 有着大清脚屎棍美玉的翁童和 终于又看到了机会 他看到了一个一石三鸟的机会 那这三鸟都是谁呢 第一个正是袁世凯 第二个是袁世凯的新主 荣禄 而第三个则是翁童和所认为的袁世凯真正的主 李鸿章在翁童和的尚书弹劾下 朝廷给袁世凯定了一个苛扣军饷 纵容不属 滥杀无辜的罪名 并让荣禄借阅兵之名来小战亲自查办 袁世凯自认为是荣禄的人 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然而徐世昌接下来的一番话 却让他惊出一身冷汗 正因为你是荣中堂的人 朝廷的许多人 甚至包括皇上 就对你存了个疑虑之心 而荣中堂呢 却可能认为李中堂才是你真正的主子 你敢说他怀疑的不对吗 而且就算你是荣中堂的人 荣中堂出担大任 正要树立威信 昭显政绩 他怎么会因为你这并非嫡系的部下 影响他如日中天的仕途呢 说不定啊 他正好借这个机会要严办你 甚至杀了你 徐世昌这有如开了上帝视角的一番话 把袁世凯吓得够呛 难道这个事就没有余地了吗 横竖都是个死吗 徐世昌精明的提醒道 既然你认为自己是荣中堂的人 那就应该再做一篇文章 让荣中堂真正相信你的确就是他的人 这才是大手笔 袁世凯心念一动 瞬间就想出了一个阴招 卫婷啊 太歹毒了吧 无毒不证 袁世凯有多毒呢 他虽然知道杀人凶手是秋四毛 但是有另一个人更适合顶罪 那就是马三郡 马三郡是李鸿章的贴身侍卫 是个军员 骨子里面本就有着赶为兄弟两肋插刀的热血与杖 再加上他是李鸿章的心腹之人 如果把罪责都推到他的身上 一是可以让李鸿章出面 二是可以让荣路明白 我袁世凯到底是谁的人 好汉做事好汉当 娄子是我捅下的 我找荣中堂自首去 是条汉子 把强奸和杀人揽到自己身上 保全了自家兄弟 天下人都会佩服你的义气 袁世凯非常了解马三郡的性格 索性就借着他往自己身上揽则的时机 不断地进行怂恿激将 袁世凯和徐世昌对望一眼 知道马三郡现在还仗着和李鸿章的关系 而有恃无恐 于是话锋一转 继续添油加醋 说兄弟啊 这个事闹得有点大 恐怕连李中堂都不好出面 那 我这一百多斤就交给他们了 要杀要剐 随他们的便 我不会连累你们的 兄弟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 哦 你是个想义气的汉子 我袁世凯就是出卖朋友的小人 袁世凯情绪激动 但心里面却暗自欣慰 既然马三郡敢于赴死 那就说明这个罪 他是心丹情愿的任了 袁世凯随即蹲在地上语重心肠的说 实话跟你说吧兄弟 为了你这个事 我不仅做好了丢掉这顶乌纱帽的准备 就算是上刑场 我也陪你走一遭 马三郡听后瞬间感动故意 差点流出泪来 就这样 强奸杀人的祸端 嫌疑默化的就变成了马三郡一个人的事情 话虽这么说 可事情也不会严重到这种份上 到时候你就一口咬定 是自己喝醉了酒 什么也不知道 他们拿你就没有什么办法 这边呢 袁大帅会豁出命来救你的 还有 李中堂虽然不能出面 可他们总得跟老爷子一点面子吧 就这样 愣头青马三郡 彻底被忽悠蔫了 话说大清脚屎棍翁同和谈劾袁世凯 说他苛扣军下 纵容不属 滥杀无辜 朝廷对编练新路军很重视 于是就让荣禄以阅兵为由 亲自到天津小战查办这个案子 荣禄刚刚走马上任 正是要业绩的时候 袁世凯虽然是由他举荐的 但此时此刻 也只能是尽量撇清关系 翁同和鼓动皇上派两名 监察御史跟随前王 目的就是监视荣禄和袁世凯的一举一动 和他们一起来的 还有个德国军官 他的作用就相当于一个 第三方评估机构 负责对新路军的编练效果进行评估 一伙人来势汹汹 袁世凯瞬间陷入了巨大的麻烦 此事如果处理不好 定会有脑袋搬家的威胁 演员袁世凯早早的就准备好了节目 他的士兵方阵整齐的排列在操场上 高喊为朝廷效力的口号 袁世凯作为主帅 正在亲自为美名士兵发放薪酬 发薪过程中 一块响音突然掉在了地上 只见袁世凯弯下腰 弓身捡了起来 吹了吹上面的尘土 随后郑重地交到士兵手上 看到这一幕 德国军官不禁鼓起掌揽 贝斯福将军 对这种琐碎的事情也很欣赏吗 贝斯福从专业的角度说道 能做出这种细致的工作 就说明主帅非常的廉洁 且不可能存在苛扣军饷的情况 贵国之所以虚弱 就是因为没有给士兵们发放足够的工资 你看那些领到钱的战士们 一个个神采飞扬 难道还会怀疑他们报效国家的勇气吗 容露嘴角微微上扬 露出一丝难以琢磨的笑容 正说话间 主演袁世凯策马奔来 阅兵节目正式开始 北洋新建陆军列队完毕 请奉旨钦差 兵部上书 新建陆军最高统帅 容中堂 监狱 开始吧 袁世凯按照西市操点展开的阅兵室 得到了被司服将军的高度好评 作为第三方评估机构 他给出的几乎全是满分 容露没有多说什么 他身后的两名监察御士 同样也没有说什么 袁世凯苛扣军饷的嫌疑 基本得到了化解 阅兵结束 众人来到军帐内 开始进入正体 容露亲自审问马三郡 调查强奸名女滥杀无辜的事 在这之前 袁世凯和徐世昌虚情假意的 又是劝说又是红片 事实也很清楚 那到底该如何处理 二位御史 随我来小战也好几天了 阅兵也阅了 这苛扣军饷滥杀无辜的事 也查清楚了 你们说该怎么办吗 但平中堂大人处置 袁世凯 这事交给你一半了 政治老手们来回踢了几脚皮球 最后还是踢给了袁世凯 其实容露的前台词也很明显 你袁世凯要命还是要自己的前途 或者说 你继续跟李鸿章混 还是跟我容露混 袁世凯见事已至此 未求自保 于是就下了狠心 将马三郡五花大绑之后 押送了刑场 马三郡还在幻想着 袁世凯要舍命相救的鬼话 然而最终面对的 却是一颗无情的子弹 我早就跟你们说过 你们要遵纪守法 服从长官 我不愿看到 我不愿看到这把枪射出来 第一颗子弹 就射到自家兄弟身上 袁世凯做出了选择 他用李鸿章送给自己的金手枪 杀掉了李鸿章派给自己的帮手马三郡 人死了 金手枪也被扔在了地上 袁世凯用背叛于狠 走向了如日中天的熔路 这兵嘛 练得还行 跟马三郡的事 李中堂那儿 你如何交代啊 中堂大人对卑职说过 此中堂不是彼中堂 彼中堂也就是此中堂 中堂大人 先干着吧 荣路最终给这个事情定了基调 他虽然心里面也有防范 但是袁世凯的投诚 外加一支可掌控的军队 无疑是两项最重要的政治资本 事情告一段落 袁世凯通过危机公关 总算是死里逃生 他的野心 开始急速滋生 我们吃谁的饭 吃炒鸡的饭 吃袁大帅的饭 吃袁大帅的饭 咱们穿的是谁的衣 袁大帅的衣 咱们替谁出力 替袁大帅的出力 替袁大帅的出力 下午战外 李鸿正虽然要负主要责任 但他是警示致用之才 究竟磨练 不是那种就会耍嘴皮子的人 能相比的 老六 这是宫亲王一新临终前 对光绪帝最后的主估 光绪想要变法 他俯在六叔的身旁 轻声询问 当今朝堂之上 哪些大臣能堪重用呢 宫亲王一新声音虚弱 但却非常清晰 他慢慢地说出了 李鸿章和张之洞的名字 皇上你要想成大事 有这俩人绝对差不了 光绪略显迟疑 因为这两个人可都是太后的人 于是又问 我亲爱的翁师傅怎么样了 可没想到六叔 犹如回光返照一般 激动地就要做起来 劝皇上千万不要助此大错 此人居心获则 护士弄权 臣是将死之人 我把这话说出来 对不起我爱心觉罗的 李祖李宗啊 六叔 宫亲王一新说完后 头一歪 便驾河吸血了 而光绪帝则愁眉紧索 深感不妙 果然 当天晚上 慈禧就让光绪帝召见了翁童和 并送给了他一把扇子 翁童和打开一看 上面赫然写着自己的名字 留作纪念吧 翁师傅 这 实质天良 太后 似臣这个 不知何意啊 翁师傅 朕不会忘记你的 翁童和恍然大悟 天良送扇子 意思就是让自己一边凉快去 自己这回可是彻底凉凉了 第二天早朝 这位伴随光绪左右 二十年忠心等等的一代帝师 军机处最负权势的大臣 在太监监抗的声音中 终被罢免 开去回击 军机大臣 协办大学士 户部尚书翁童和 近来办事 多位允协 美于照对时 咨询事件 任意可否 见路揽权狂辈情状 断男胜 书姬之刃 姑念其在 玉清宫行走有年 不忍遂家言遣 翁童和着急 开缺回击 以示保全 亲此 翁童和倒台了 他也成为了 维星变法前 第一个挨刀的人 然而随着老师的黯然退场 光绪自己也最终成为了一个光导司令 他内心焦急 于是就把所有的希望 都压在了维星派康有为的身上 另一边 在数次上书都石沉大海后 回到广东的康有为 终于等来了皇上赵剑的通知 他喜出望外 立即带着梁启超等为新弟子 启程北上进京 大清嘴炮第一人 康有为终于受到了光绪皇帝的召解 然而刚下火车就被袁世凯的官兵给带走了 袁世凯并非要刁难康有为 反之却是要巴结他 作为一个唯利是图的精明政客 袁世凯敏锐的意识到 在当今大清朝 维星派正在快速成为顶领 为了给自己将来积累政治资本 于是就先行一步 把康先生请到了军帐中 其实对康有为来说 在政治上大显身手的时期 如果能结识拉拢军队里的人物 那将来必将是有百利而无遗憾 两人在军帐内把酒言欢 聊得非常投机 甚至都有相见恨晚的感觉 康有为赞叹袁世凯的满腔中意 还把他邀请进了自己的强学会 然而康有为没有想到的是 仅凭这一次见面 他根本没有看清袁世凯的真正为人 而也正是这一次见面 为日后务须变法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自从帝氏翁同河倒台后 光绪把所有希望都压在了康有为的身上 想依靠维星派来使大清朝变法固强 他第一次召见康有为 就表示出了极大的热情和敬意 不仅免行跪拜之力 而且还单独给安排了一个凳子 这让徐同河刚一等大臣们 不变什么 怎么变 微臣研究多年 概括起来说呢 概括起来说 举凡四变 一变风起 二变教育 三变实业 四变智人 编风起者亦有四变 变服饰 变礼仪 变婚姻 变语言 康有为 臣在 你就先从变服饰开始讲吧 虽然满朝文武一连的比 但光绪帝却听得很兴奋 这无疑给了康有为一种莫大的振奋和支持 康有为随后便开始滔滔不绝 他认为大清的服饰种类太多 过于繁杂 而夕阳的服饰则显得简洁明快 干净利索 值得仿向 这看起来是小事 但是却关系着维新大局 变法之前 先变服饰 所有的国人仪表一新 地气风发 所谓狗日新 日日新 一国新人 跟着皇上变法 这才像个发愤图强的样子 康有为的话说得好 光绪听了激动不已 然而其他大臣们却脸色木然 弄得气氛很是尴尬 光绪随即让大学士徐同也说两句 徐同没有正面评论 而是从大清服饰的典故说了起来 记得还是在我大清入关之前 就有人提过要改换衣冠 可老祖宗把我们前辈的王爷 召集在祥凤楼 告诉他们 我们大清的服饰 永世不得更衣 这是为何呀 为了上马杀贼呀 我大清的服饰 专为骑马射箭而至 我大清马上得天下 骑射定乾坤 刚毅和徐同俩人开始一唱一和 左右围攻康有为 徐同随后接过话茬 表示自己可是倒了大美 因为自己的住处就在洋人使馆对面 整天看那些洋男洋女们进进出出 简直是不堪入目 就说那些洋男们吧 一个个西服革履还浑身紧巴巴的 脖子上呢还系着一根上吊的绳 找死呢 那些洋女人们呢 哎呦 一个个弹胸露背 他露得都不能再露了 你再看看 我大清男人的服饰啊 多气派 那女人的旗袍多漂亮 为何要改 二变手刚毅紧接着继续输出 说徐师父主要谈的是视觉美丑 这未免太短浅了 大清服饰不得更改 这是祖宗定下的规矩 不能忘本才是最关键的 毕时间 康有为有点语色 而光绪也不知该说什么好 他看向龙鹿 龙鹿止不住的咳嗽 同样也没说什么 光绪很无奈 只好跳过这个话题 让康有为继续往下说遍礼仪的事 卑尘的意思 礼仪要趋向人人平等 比如跪拜之礼 西洋总 有的是握手之礼 爹 咱们爷儿俩 也先与为心一回吧 你 你这是干什么 这洋人 不是以握手为礼吗 你 徐师傅 这不是在你家里 只是在朝堂 徐同赶紧认罪 但紧接着就说 这礼仪就是国家 国家就是礼仪 绝不能造次 咱大清有拱手之礼 有跪拜之礼 然而洋人呢 却是握手为礼 甚至男女之间还有亲吻为礼 在老夫看来 咱大清的礼仪 那是强过洋人 至少不沾肌肤吧 没有满脸他人那个唾沫 蒋卫生 徐师傅 你 哼 康有为在本次来面见皇上之前 曾和众弟子们反复演练了很久 绞尽脑汁琢磨着这些朝堂大臣们会出什么难题来进行刁难 可万万没想到真到了朝堂之上 竟然被这些老狐狸们对得哑口无言 光绪忍不了了 于是严肃地说道 太后曾有意志 除了祖宗之法不可变以外 其他的正可以自己做主 然而今天听来 这穿衣戴帽 说话办事 处处都连着祖宗之法 那还变得什么法 又为了什么心呢 刚毅赶紧上前解释 说变法之事自然是都听皇上的 但昨天太后召见了奴才 也谈起了礼仪之事 还说当年康熙圣祖爷 就是因为洋人不行跪拜之意 直接就给拉出去砍了 刚大人 老夫孤陋寡闻啊 这么重要的朝刚之故 老夫竟然不知道 杀得好 杀得好 火药味瞬间暴涨 这两个老狐狸 竟然把太后扳了出来 好像如果再继续说变法的事 立即就会被拖出去砍了 康有为的情绪逐渐激动起来 有些话 看来不说是不行了 皇上 并非微臣狂妄 自古以来 必有忧国之心 然后可以言变法 必知国之威王 然后可以言变法 必知国之弱 由于守旧 然后可以言变法 必深信 变法可以治强 然后可以言变法 故变法者守在变人呢 日本天皇变法 驱逐幕府班侯 俄比德大帝变法 诛杀尽为大臣 变法 变法难哪皇上 有拦路之虎啊 皇上 皇上 臣冒死臣走 杀几个一二品的大臣 这法就变了 皇上啊 皇上 此话一出 柳如晴天里 乍响了一个霹雳 满朝文武都被吓蒙了 连皇上也惊得待在原地 徐同吉的当场质问要杀谁 刚毅也起身立声呵斥 康大人 你的刀呢 先杀我好了 哎 康大人 说什么呢 康大人是我推荐给皇上的 要杀 也得先杀我呀 皇上 皇上 众臣下跪磕头 康有为也忍不住流下泪来 虽然这次见面火药味十足 但光绪帝最终还是下了违心变法的决心 奴才为皇上推荐康有为 并没错 那你跪什么 奴才想请一职 辞去军机大臣 走了个李中堂 你荣中堂又想离开这是非之地 奴才再请一职 担任直立总督北洋大臣 人都是往高处走 你倒是舍高就低啊 我大清兵权在北洋 奴才想以防万一 教员说得好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任凭时局多么动的 掌握了军权 就等于掌握了实权 荣禄受到高人点拨 张口管慈禧要军权 这让慈禧猛然觉得心中一惊 话说康有为和文武大臣的撕逼大战 让荣禄的职业生涯陷入了危机 荣禄好心推荐康有为实施违心变 可万万没想到 狂妄的康有为竟在朝堂上和众大臣撕了钱 情绪激动的时候 竟然还请求皇上杀掉几个一二品大员以政变法 荣禄万般无奈 只能是带头下跪请罪 虽然这场闹剧最终草草收场 但光绪帝却因此而树立了威望 顽固派们涉于心正的锋芒 也只得表面上赞同变法 于是 立场声势浩大的违心变革 在神州大帝之上 很快就席卷开来 然而此时的荣禄却很难受 他在朝堂上带头下跪请罪 表明了自己还是太后的人 然而康有为这么一闹 他想办法就真混不下去了 而就在他常跪在慈禧门前谢罪的时候 有一个人对他说了一句话 而也就是这一句话 让荣禄最终从容地掌控了全局 少全 你可想服了 吃得苦中苦 方得服中服啊 少全有何见叫啊 忠华 我的直立可一直空缺着呢 李鸿章说的这最后一句话 有如灵光一闪 让荣禄忽然就有了顿悟的感觉 直立北洋大臣 这正是兵权的象征 在这个特殊的变革时期 掌握了兵权 也就等于掌握了主动权 而且康有为和袁世凯 还私下里见过面 更是不防不行 李鸿章没有再多说什么 转身就去面见太后 来势汹汹的唯心变法 让慈禧盈盈感觉到了危机 她担心变法以后自己会失去权力 而德丽新宠荣禄 现在又和康有为扯上了关系 慈禧思来想去 最终决定重新启用自己的老宠李鸿章 俩人见面不说正事 确实先吃喝起来 你再尝尝这个菜包歌松 谢太后 李鸿章接过菜包歌松咬了一口 随后就大赞美味无比 只是不知道这种美食是怎么做的 其实做起来也不难 就用麻豆腐和羊油黄酱 把它炒熟了 然后再把二十几种食心菜心剁碎了 也炒熟了 就和炒熟的麻豆腐拌在一起 最后就用洗干净的白菜叶 把拌好的料包起来就成了 带着菜叶吃 这个季节到哪去弄这些菜心啊 慈禧正是要把李鸿章一步步往沟里带 见他这么问 于是就给了李莲英一个眼色 李莲英随即表示都是从广东那边运来的 李鸿章一听这 瞬间就明白了 这是在隐喻从广东来的康有为 暗指维心变法 实际就是用菜叶子包裹住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然而李鸿章却假装不懂 慈禧见状就接着继续挑明话题 就像上次你请我喝咖啡 吃那个奶油点心 我觉得挺好 让御膳房学着去做 样学的挺好 可就不是味儿 太后的意思已经很明显 李鸿章不得已只好接过话茬 洋人的东西啊 咱们就学了个样 没学到根本 你就说这变法为新吧 都是听说的 照猫画虎 那你就眼睁睁的瞅着他们 虎妙滥花 太后已经把话挑明了 明示李鸿章赶紧出山 赶紧跟着自己再续前缘 李鸿章当然想付出 但同时他心里也很明白 现在还不是时候 因为自从上次给强学会捐款 遭到康有为怒对 他便知道 自己一旦出山 就会立即被维新派群起攻之 所以这个浑水 暂时还烫不得 而至于怎么去应对这种局面 他刚刚在慈禧的门外 早已经对荣禄表示的很清楚 太后啊 真让老臣去画 不 不过我想啊 先到欧洲去看看 这真老虎什么样 请太后恩准 李鸿章真是鸡贼 他表示既然要出山干预辩访事 那就请让我先到欧洲去考察考察 考察明白了 回来才能干得更好 慈禧本来想拿捏李鸿章 结果却遭到了李鸿章的反向拿捏 万般无奈之下 也只得同意了他的请求 贵了一天的荣禄 终于见到了慈禧 在遇到李鸿章之前 荣禄本来是要认错 然而现在他变了 奴才为皇上推荐康语为 并没错 那你跪什么 奴才想请一职 辞去军机大臣 走了个李中堂 你荣中堂又想离开这是非之地 奴才再请一职 担任直立总督北洋大臣 人都是往高处走 你倒是舍高就低啊 我大清兵权在北洋 荣才想以防万一 此话让慈禧的心中一惊 荣禄随后说道 今日朝会撕逼大战 康有为有了拔刀的苗头 更重要的是 康有为曾在天津小战和袁世凯 盘缓庶人 虽然现在还没什么动作 可终究是不能不防啊 荣禄的意思很明确 我一直都是太后宁的人 我去天津是为了帮太后宁 把这兵权 把这北京的门户 见荣禄这么说 慈禧的脸色瞬间缓和 你那膝盖跪疼了吧 起来说话吧 谢太后 荣禄 你要是不先膝盖疼 你可以常来跪 我不拦你 是 太 我知道 你容我再想一想 行走如此大谬之势 简直该打 请问大人 何为谬事 你让皇上皇太后 至贵至重之称 远设东阳刺客极多之地 还不慌谬吗 大人可以不听悲直的见语 但是皇上早有圣誉 无论官民 均可尚书言誓 本部堂就是不予成帝呢 卑职弹劾各位大人 组合言录 抗拒新政 大胆 违抗圣旨 你大胆 一个六平小官 竟敢公然叫板一平大臣 吏部尚书 刚毅被彻底激怒 叫骂着让人快把下面这个小子给拖出去 可所有人都没想到 皇上竟然在一旁偷偷地钓鱼指法 年轻的王赵被人架着往外赶 而就在这时 光绪低一脸严肃地走了出来 众人见状慌忙下跪 刚毅更是惊恐万分 心想这回可是玩独走 禀皇上 王赵他咆哮唐鼠 他无理启闹 皇上 你说 王赵因何咆哮唐鼠 他 他 朕早有名誉 一体官民 皆可尚书一事 任何人不得阻挠 可是你等力不藏官 竟敢故意从中作梗 朕今天要明白宣旨 这绝对是光绪帝十分罕见的高光时刻 大刀阔斧的实施维新变法 有胆胆推为阻挠的 必将严惩不待 光绪帝亲自召见了康有为 但是却并没有给他升官 其实这个事办得很妥 因为康有为是变法的核心推动者 一旦身居高位 必会引起顽固派们的集中对抗 虽然不认知 但所有涉及变法的奏折 全都由康有为以及维新弟子们进行转型 随后再逐集成帝 光绪帝信心和热情都很足 给所有变法奏折都开了绿色通道 以达到高校审批 农工商方面的折子 都送到御史宋伯鲁那里 由他承奏皇上 好的 将同温馆改为京师大学堂 好 好啊 这正好为各省办新学 树立了榜样 还是交给御史杨真秀 你发现了没有 凡是杨御史上的折子 皇上还没有一道不准的 老师 关于制度局和建立医院的折子 切好了 一时间 各种新政措施 犹如雨后春笋 层出不穷 然而随着变法的深入 无论是康党 还是这位年轻的皇帝 都察觉到了一个问题 想要更加彻底地进行变法维新 不拔掉那些守旧顽固牌 是绝对不行的 于是 光绪帝便采取了几个措施 首先就是大力裁员 把那些编制冗杂的部门和衙门 全部经检 砍掉那些光吃饭不干式的岗位 为新人腾出更多位置 其次是人才培养 把同文馆改成京师大学堂 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大学 在各省大办新学 并除那些老旧一头 除此之外 在选拔人才方面 光绪更是下足了狠心 今年春为会试 增加经济特科 言为惯例 自明年科举考试期 废除四书五经 一律改式策论 维新变法进行的如火如土 光绪帝热情十足 似乎复国强兵的日子就在眼前 然而正当光绪帝大刀阔斧 往前走的时候 隐隐不安的慈禧太后 却借着这个时机 在她的身后 安了一颗钉子 皇上的心证 需要的不是能说会道的 倒是能够办实事的 荣禄就想为皇上 多办些实际的事 他跟我说 军机大臣不当了 要去直立历练 这是好事 咱们应当支持 皇上你说呢 是 荣禄去当直立总督的目 就是为了帮着慈禧把控军权 然而年轻的光绪 并没有想太多 现在的他 也确实是顾不上想这些事 随着变法的持续深入 除了慈禧太后 暗地里耍阴招之外 其他的一些守旧势力 也逐渐开始进行阻挠 后党顽固派 刚毅就是典型之一 他仗着有太后撑腰 不止一次地表现出 推为扯皮的态度 那都是奴才的错好了 刚毅 你敢要挟皇上吗 康乃 你是怎么说的你 朕不怕任何人要挟 朕也是怕人要挟的话 这不配坐在这 奴才 处怒天言 罪该万死 为了破除这些顽固派障碍 康有为决定主动发起进攻 帮着皇上开始倒露 他授意在朝中任职的 维新派官员主动弹劾刚毅等 一方面要打掉这些守旧势力 更重要的 则是壮大皇上身边的维新队伍 宣执 刚毅 徐承玉 等吏部六堂官 着急革职 交部益处 王兆 忠勇可嘉 赏四品鼎蛋 谢主龙恩 皇上 至此 掌管人士任命的吏部 被光绪牢牢抓在了手里 然而很快 一头更大的蓝鹿虎就出现在了面前 这就是军机处 光绪帝深思良久 终于迈出了极为凶险的一步 内阁后骨士徒杨锐 刑部后骨主事 刘光帝 内阁后骨中书 林旭 江苏后骨之府 谭四同 君卓赏家 四品清闲 在军机张经上行走 参与新政事宜 特遇 军机处里忽然来了几个陌生的年轻人 他们把老员工们的工位给霸占了 你们是什么人 竟敢擅闯军机重地 面对质问 几个小伙竟然选择无事 继续埋头写写画画 老高忍不住就要发作 这时旁边有人过来解释说 他们是皇上新任命的军机张经 负责参与新政事宜 老高听后更是火大 作为职场新人竟然不懂职场礼 见了前辈头都不抬 毫无规矩 而且竟然占据了我们的位置 起来 叫你起来听见没有 我为什么要起来 这位子是你做的吗 不是我做谁做 那是我的位置 做这不干事 这位子又有何用 你放死 起来 我谭四同一人 奉陪几位大人族裔 你就叫谭四同 好 我认识你了 谭四同首次亮相 冷俊刚毅的态度 直接把军机处理的老臣们给震住 这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天 光绪帝终于对大清最核心的部门动手了 为了掌控军机处 光绪将谭四同 刘光帝 杨锐 林旭四名年轻的维新派骨干 任命为军机张晶 负责参与新政事业 这绝对是十分凶险的一步 因为军机处改组 就等于是说 以后所有的军国大事 都是皇上一人说的算了 老慈禧嘴上支持维新变法 可一旦动了真格 他能同意吗 不过光绪帝决心很足 既然是变法 那就一变到底 那么老爷子们还没死 这个小伙就当家了 还有没有王法 王法 变法维新就是最大的王法 我告诉你 我等上乘圣意 下位苍生 你就是一头恶虎 为了这根本大法 也要敲掉你几颗大牙 谭四同文武双全 不仅才华横溢 更是广结陆林好汉 可谓是英姿萨爽 豪气冲天 此番刚一入军机 就把诸位守旧大臣 打得是落花流水 康有为对谭四同 不禁大为赞赏 至此 吏部被拿下了 军机处也被拿下了 光绪帝不断挑战着 顽固派门的底线 然而所有的这些 慈禧太后都没有干涉 维新变法进展顺利 可就在这时 一个重磅的消息 突然传来了 刚毅昨天晚上去了天津 找荣禄 对 刚毅此前求见太后 太后不见 如今却突然连夜赶去了天津 朝臣历劫江城 这可是朝廷大计 林旭打算和谭四同联名上个折子 揭发他们 然而康有为在这个关键问题上 却犯了一个错误 他上了荣禄的套 惹了一个不该惹的人 不 先打李鸿章 荣禄现在是兵权在握 又在太后面前红的法子 打掉他 谭何容易啊 他的名声很臭 只剩一个虚职 而且现在还身在国外 打他的目的是为了试探太后 太后要是不管 说明他是真心归正 或是涉于我唯心变法的声势 而不敢管 他若是管了此事 这事可就难了 很显然 康有为并没有想好后招 这位从广东来的书生 被一连串的胜利冲昏了头脑 他在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上 做出了一个非常极端的选择 要么大获成功 要么万劫不复 另一边 慈禧太后刚从睡梦中醒来 就无端发了一痛脾气 甚至还要把侍女们拉出去乱棍打死 李莲英文身慌忙赶来 赶紧连哄带说 我告诉你 当职的时候他们几个都不在 您是为这事啊 他们可是奉了您的意志 您忘了 您说啊 您要尝一尝睡懒觉是啥滋味 哼 好像是又那么回事儿 是吧 天生一个操心劳累的命啊 放着清醒日子 愣是不会过 李莲英的成功就在于无时无刻都在顺着太后的心思走 把太后心里想的全部都精准打捏 既然你太后不想过清闲日子 那就给你会报个事儿 要解闷还不容易啊 刚毅他们两口子又来了 在园子门口候着呢 不见 爱候多久 候多久 慈禧竖了数口 转身就往外走 可走到一半忽然又停住了 嘴里琢磨着这俩人干嘛非要见我了 李莲英见时机成熟 赶紧把花递了上来 说是皇上把李红章给撤了 慈禧面无表情 但心中却是一阵 于是询问是谁上的折子 军机处来了两个张经 一个叫谭四同 一个叫林旭 也有的人说呀 幕后指使是康有为 那折子上是怎么说的 说的倒是挺简单的 李红章 毋庸在总理衙门行走 亲此 亲此 慈禧怒了 他很生气 而后果也必然很严重 是出卖祖宗 亲爸爸 儿臣宁可坏了祖宗的章法 也不愿意抛弃祖宗的臣民 丢失祖宗的土地 一片诚心 请亲爸爸见谅 你以外人疏远亲人 以新人疏远旧人 以抗有唯一一人之法 乱我祖宗大法 你好糊涂啊 亲爸爸 儿臣不糊涂 儿臣心里明白得很 儿臣没有别的办法 只能这么做了 是这样 看来我的庆宪日子是过不成了 光绪竟敢在慈禧太后面前说这样的话 两人暗藏许久的矛盾 终于在颐和园里爆发了 而声势浩大的违心变法 也从此刻开始彻底走向了绝境 被胜利冲昏头脑的康有为 向光绪提出了一个建议 打算裁撤李鸿章 事实证明 这步其实真的走错了 李鸿章是一个绝对不能招惹的人 他是慈禧太后最信任的老臣 动李鸿章 就等于动了慈禧最敏感的神经 这一天 慈禧太后在颐和园里搞了一场斗曲曲 光绪皇上和守旧派大臣刚毅 作为特邀嘉宾前来观赏 然而谁都没想到 这场看似普通的斗曲曲 却忽然就充满了杀鸡 这区就个儿小了 倒挺厉害的 哪产的有名吗 是南边广东进贡过来的 还没来得及起名呢 又没名啊 那皇上给起个名吧 此时的光绪帝完全是心不在焉 忽然听到太后叫自己 赶紧回过神来 随口便起了个名字 年轻的光绪根本就没想太多 然而慈禧太后下面的一句话 把她给彻底镇住 既是从广东来的 那就叫她康有为吧 小李子 把咱那护法金刚拿来 跟康有为斗洞 你康有为的变法在厉害 难道能敌过我们的护法大金刚吗 果然 两只蛆蛆在进行一阵激烈的交锋后 护法金刚逐渐占据了上风 刚一兴奋不已 在旁边不断加油喝彩 康有为 这一回你怎么成了锁头乌龟了 来 上 咬啊 上啊 厉害 你那厉害劲哪儿去了 上哪 上哪 来 上 咬死康有为 咬死他 咬死康有为 咬死他 咬 咬死康有为 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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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一 你也太放肆了 在门了 不管怎么样 康有为也是我大清的臣子 儿臣以为 以草虫冠其名 是对我大清臣子的倾鉴 也是对朝廷的倾鉴 谁都没想到 皇上竟然有胆量说出这样的话 然而慈禧听了并没有发火 只是异常平静的说道 康有为不可倾鉴 李鸿章就可倾鉴吗 好好的 咱把李鸿章给撤了 慈禧平静地询问 说甲午战败后 李鸿章被撸得只剩一个贤差 然而即便是这么个贤差 皇上你竟然还是要把他撤了 你是要给康有为疼地方吗 应该也不会 他康有为怎么会看得上这个贤差呢 光绪帝没想到 免掉李鸿章 慈禧竟然会这么大方 而光绪更没想到的是 自己接下来说的话 将会把慈禧太后彻底点了 伊藤伯文复闲了 来大清游历 他是日本明智维新的领袖 有经验可期 儿臣想 聘请他为我大清新政的外籍顾问 慈禧慢慢看向光绪 嘴角露出一丝怪异的笑容 咬着牙齿问道 这就对了 你连李鸿章的闲差都给出了 就是为了讨这个伊藤伯文的好办 金爸爸 儿臣绝无此意 可有的人有 这是出卖祖宗 金爸爸 儿臣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 我知道 不然咱们娘俩就不会这么说话 慈禧太后面露凶光 严厉的说道 这伊藤伯文不仅是李鸿章的对头 更是咱大清的死对头 他退休了 要来咱们这游历也没什么 但是要对咱大清的正事 指手画脚的话 我绝不容许 金爸爸 朝政不可为 老臣不用事 新人又上不来 儿臣 宁可坏了祖宗的章法 也不愿意抛弃祖宗的臣民 丢失祖宗的土地 一片诚心 请金爸爸见谅 你以外人疏远亲人 以新人疏远旧人 以康有为一人之法 乱我祖宗大法 你好糊涂啊 金爸爸 儿臣不糊涂 儿臣心里明白得很 儿臣没有别的办法 只能这么做了 慈禧瞪大了眼睛 像是在看着一个陌生人 他随后神情逐渐默然 不再多说什么 慈禧的清闲日子是过不成了 面对变局 他下定狠心 决定重新揽拳 很快 尼和园里康有为被护法金刚咬死的消息 迅速就传开了 星旧势力 是铜水火 与异未封的维星派 被迫提前开始了与顽固派的决战 区区康有为被咬死了 慈禧太后高调复出 开始收权 维星变法的形势在一瞬间急转之下 地场巨大的政变 正在急速酝酿 谭四同匆忙赶来 带来了一个最新的消息 果然不出所料 太后授权了 她本来就没有放权 谢恩 阅兵 光绪今天突然发布了两道圣旨 一是要求所有皇上新任命的二品及以上官员 都要到太后面前去谢恩 二是 慈禧太后将要和皇上一起到天津阅兵 意思很明显 慈禧要重新掌控文武群臣 同时更要告诉世人 君权永远在自己的手中 我皇上无权了 不过 康先生交给兵部侍郎徐志敬的那道折子 徐侍郎上了 皇上也准了 要袁世凯来心必见 这兵权 皇上抓晚了 我还听说 伊藤伯文已经到了天津 独是鱼死 就是往后 虽然兵权抓晚了 人事任免权也没有 但事情并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面 日本明治维新的领袖伊藤伯文 已经来到了天津 或许可以提供一些帮助 而且 光绪已经紧急召见了袁世凯 这两人究竟能否靠得住呢 康有为显然也没有十足把握 然而他还是选择死磕道理 不是与死 就是往后 诸位 此番 我觐见皇上 我也是大姑娘上教头一回 袁世凯身为一个三品地方官 此刻突然受到了皇上的召集 这简直是莫大的殊荣 然而令他万万没想到的事 这一步 竟然直接就踏进了凶险至极的政治漩涡中心 凌晨时分的养心殿内 袁世凯恭敬地跪在地上 等待着皇上的问话 他内心隐隐不安 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你要多练些精兵 以备国家之需 是 光绪第一句话是让他好好练兵 万一以后国家有需要可以随时顶得上 这国家的需要其实就是皇上的需要 袁世凯心里明白 但却不敢有过多的回忆 而光绪的第二句话 直接就让他心中一惊 这样吧 以后那个直立暗查史 你就不要做了 朕命你为兵部后补侍郎 以后专管练兵的事 袁世凯只感觉自己的心脏砰砰直跳 难道预感真的要变成现实了吗 可是还不等他李顺这紧张的思绪 皇上的第三句话突然就说了出来 你既是兵部侍郎 以后小战军便不受戎中堂节制 你与戎路可各行其事 袁世凯敏锐地察觉到了一样的气息 皇上在这个时间点召见自己 还说出这样一番带有明显暗示的话 这大清朝中难道出什么事了吗 袁世凯内心纠结地回到兵营 给徐世昌诉说着今天的经历 正当俩人琢磨着皇上到底是何意时 又一道圣旨突然传来了 圣旨下 上遇 着袁世凯即刻到颐和园太后处谢恩 亲此 臣领旨 本以为皇上任命以后 到太后处谢恩只是走个过程 可没想到第一次见太后 老佛爷那寒芒凛冽的强大气场 差点把袁世凯给吓她了 你就是那个袁 袁世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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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臣子 皇上召见你时都说了些什么呀 袁世凯额头冒着冷汗 战战兢兢地表示 皇上只是让我多练些精兵 好好为国家效力 袁世凯虽然紧张至极 但却并没有把皇上让他和荣禄各行其事的指引 明确地表示出来 慈禧随后丢过去一本张之洞的劝学篇 让他现场朗读课文 并说出读后感 袁世凯虽然文化有限 但却很精准地看出了太后对这本书的态度 唯禀太后 在臣看来都是治理名言 你有这个见识还算是聪明 变法自然是要变心 但是唯心也还是要知旧 虽说是破旧才能辟心 但是没有旧 这心又从何而说呢 太后这话是一种训诫 但同时也更是一种警告 关键时刻 你袁世凯千万不要站错队 冷汗不断低落在书本上 这次面见太后 着实让袁世凯脱了一层皮 这位手握虎狼之师的兵部侍郎 在真正的权力面前 显得是那么的渺小卑微 从此之后 袁世凯心中明确了一个信号 康良的维心派绝对斗不过太后 以后一定得离他们远点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 维心派却正要找上他的门来 女子不赞成用袁世凯 当初在小战 袁世凯就说过 一旦有用得着他的时候 他是赴汤蹈火 一所不辞了 老师 您只和袁世凯见过一面 仓促之间彼此交钱 何能深演 又如何能在一起干着惊天骇地的大事 危急时刻 康有为想启用袁世凯 这位嘴炮大王的口才很厉害 但这识人的水平又如何 一个是充满理想主义 而又激进冒险的书生 一个则是唯利是图的政治两面派 生死攸关的时刻 把命运交给袁世凯 这能行吗 弟子林旭一直持反对意见 但愣头亲康有为 却还是打算停的走险 慈禧太后重览军政大决 维心变法走向绝境 这是光绪帝快要崩溃的时刻 他像发疯一样在床上翻来滚去 把真妃可吓坏了 皇上 你怎么了皇上 皇上 你下着真气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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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怎么了 光绪喘着粗气 艰难地说了一句话 钱爸爸 他容不得真了 光绪帝这时才猛然发现 原来自己的力量是如此之薄弱 铁杆粉刺翁同和 早早就被拉黑了 而康良的维心派又全是书生 那个被给予希望的袁世凯 到底可不可靠 根本无人知晓 光绪被压得喘不过起来 他甚至都无法顺利地 把消息传递到宫外 你怕了 怕 你怕什么 怕 怕操刀自个 朕都不怕 你怕什么 杨蕊 这儿有一封密照 一定要带出宫去 交给谭世同 你们商量着办吧 军机四张经中的杨瑞是张之洞的学生 他虽然也是维心派 但相比于康有为的冒进和谭世同的果敢 他的身上更多了一些沉稳和谨慎 光绪以一种近乎哀求的姿态 请他帮忙给康有为传递消息 这也许是能逆境翻盘的最后一线生机 密照的内容简直是自如刀割 康有为看后十分的震撼 瞬间觉得皇上已经危在旦夕了 他越想情绪就越激动 冒进的性子开始作祟 竟然就脱口说了这么一句 不出此劳秀 我康有为 使不为人 康先生 你 你说什么 没事 没事 康先生 杨瑞刘光帝虽非先生一道 却是无比敬重先生 心就如同水火 先生可要想好 千万别弄得火烧连营了 请献上将密照换过 旁边的灵旭听了这番话 想张嘴说些什么 却又说不出来 因为这话怎么听都有一种 划清界限的感觉 杨瑞知道康有为 这个愣头青又要蛮干 于是赶紧连劝带说 话里话外的意思表明 我好心给你们传递消息 你们可别一冲动把事情闹大 再把我们也牵连进去 杨瑞随后伸手要回了密照原界 康有为不情愿地交出了密照 但随后又马上让学霸梁起超 凭着记忆重新摸写了一份 弟子不赞成用袁世凯 当初在小战 袁世凯就说过 一旦有用得着他的时候 他是赴汤蹈火 一所不辞了 老师 您只和袁世凯见过一面 仓促之间彼此交钱 何能深言 又如何能在一起干着 惊天骇地的大事 虽然弟子林旭一再地提醒 但康有为还是想铤而走行 他和袁世凯曾在小战把酒闹欢 畅谈理想抱负 虽只见了一面 但都觉得相见恨晚 如今形势危急 康有为打算把赌注都放在袁世凯的身上 也许只有他这把刀 才能真正剔除慈禧这个毒瘤 维新弟子们都感觉太过冒险 纷纷劝康有为离开京城 哥 咱们还是离开北京吧 离开北京 这儿太凶险了 凶险 我岂不知凶险呢 天生落彩 也许 就是为了拯救天下苍生的 管他如何凶险 绝不能中途畏缩 康有为展现出一副大义凛男的样子 一副以拯救天下苍生为己任的康派形象 然而无比讽刺的是 这位嘴炮大王 马上就会做出一件让所有人都大跌眼睛的奇葩之事 这件事咱们下机会说到 而现在 真正敢于为了变革而舍命的 却是这个人 变法以来 我维心大人 稚气太锐 包揽太多 同志太孤 举行太大 而树敌太多 康先生 心就如水火 大权在太后 我们成功的可能微乎其微 本来不必冒乎 但 我赞同先生 即使我们近日失败 却是为明日成功奠基 先生 为了维心大业 为了明天 四通愿意前往 先生 辐射 找我袁世凯干什么 不除掉慈禧老朽 国不能保啊 这是谋反 我对属相 都是以忠义作为训诫 让他们犯上作乱 他们是不会答应的 袁大人 去此老朽在我而已 无需用 但要让你干两件事 杀荣禄 为义和园 放肆 放肆 我今天 就放肆了 你的命在我手里 我的命也在你手里 你不答应 就只有死路一条 这是生死攸关的一次见面 谭四通忠肝义胆 热血豪杰 而袁世凯则阴险狡辖 摇摆不定 把维心变法最后的翻盘机会 交给袁世凯 这是维心派破釜沉舟的赌注 深夜的法华寺内 月亮如水 谭四通突然到复 让袁世凯暗暗吃了一惊 为了维心大业 谭四通早就做好了舍生赴死的准备 他如炬的目光凝视着袁世凯 没有任何废话 直接开门见山 表示皇上危在旦夕 只有袁大人可以相救 然而袁世凯却并不相信 谭大人 无凭无据 我绝不相信 倘若皇上有旨呢 倘若皇上有旨 世凯生死已知 好 谭四通随即掏出一本秘证 袁世凯半信半疑 内心纠结地接了过去 可是浏览一遍后 却发觉不太对 皇上的诏书都是诸语 而这本却是莫比所述 显然是辟出来的 袁大人怎么这样畏首畏尾 不错 这是一份抄戒 诸语是秘旨 岂可由我带来带去 你说诏书有假 难道我这军机张经也有假吗 难道康先生对你的举戒也有假吗 皇上当死大难 袁大人岂可作弊上官 面对这咄咄逼人的口才和气势 袁世凯一时间有点语色 谭四通趁热打铁 赶紧说出了自己的刺杀计划 这也就发生了开头的那一幕 袁世凯没想到 眼前这哥们竟然如此舍生忘死 胆大包天 金手枪顶在脑门 唯一能做的就是赶紧认识 听着天津有各国领馆 呼杀首都 中外官民必将动乱 还有 驻扎在天津的北洋军 加起来一共三四万 北京城内 八旗兵也不下数万 我的小战军只有七千 出兵最多只有六千 怎能办成你的大事 恐怕我一旦动手 北京城里先有了防线 不等我动手 皇上先有了威胁 谭四通见袁世凯这样说 天真的以为他确实是为皇上着想 于是便收起了枪 提议动手时 可以先控制各个军队的将军 同时召会各国 看他们谁还敢乱动 袁世凯舰气氛缓和 于是继续顺着说 小战新军的武器装备需要提前准备 只有计划妥当才能确保万无一失 耿直的谭四通听他说的这么有诚意 也就打消了大半的疑虑 袁大人 何去何从 我是那种人吗 我三世受恩 断不至于丧心病狂 一物国事 但能有意于军国 我这条性命 你随时拿去好 袁大人果然是奇男子 哪里 谭大人才是真正的奇男子 四通告辞了 不送 戊虚政变中最生死攸关的一次见面 就这样结束 两人相互道别 袁世凯望着谭四通的背影 深思两脚 难以捉摸 他感觉这京城中定是要出大事 于是决定在北京多留一天 看看形势的发展 同时让徐世昌赶紧回军中主持军务 随时等待消息 现在听我将令 你拿我手令 速掉镊石城墓 驻守天晋 这 你速去北洋军火库 命令立刻停发小战新军的一切军火 这 你前去小战 监视援军动静 堂有一场 立即报我 这 你 要董副降步 速速滅入京市 以防不测 这 直立总督荣禄开始连夜部署军事行动 局势变得越来越紧张 空气中已经充满了杀机 然而就在这危急的关键时刻 维星派领袖康有为 却做出了一件令人大跌眼镜的奇葩之事 他竟然离奇地失踪了 甚至连他的弟弟康广人都不知道他的去向 原来啊 康有为深夜拜访伊藤博文 想请求他为维星事业提供支持 然而伊藤却告诉他 大清与日本的情况不同 大清的实际掌权人是慈禧太后 皇上并无实权 这就注定了维星变法几乎无法成功 随后伊藤打开窗户 只见楼下早就有后党的狗仔盯上康有为 康有为心中大慌 最终在伊藤的建议下 胡子一刮 脚底抹油 狼狈地逃到日本去了 无比讽刺的是 就在两天前 康有为还大意凛然地表示要抗争到底 如今却丢下了誓死坚守的维星弟子 自己逃命去了 另一边 被寄予厚望的袁世凯也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他步履匆匆 走向了总督府 跪地拜见荣禄 袁大人客气 你我各办各事 我不是你的大人 你也不是我的卑职 中堂永远是卑职的中堂 你干的好事 说 卑职所干之事 逃不过中堂的法眼 我要听你说 谭子东探访卑职 让卑职起兵 杀中堂 为颐和园 你 答应了 答应了 其实自从维星变法刚一开始 荣禄就对袁世凯存了个提防之心 他主动申请担当直立总督北洋大臣职务 就是为了把控军权 以牵制袁世凯的小战新军 谭子同密仿袁世凯的事情 让荣禄更加警惕起来 他连夜调动军队 密切监视援军的一举一动 在荣禄看来 他和袁世凯俨然已经是两个对立阵营的人 然而现在 这个被皇上倚中的新军大帅竟然主动前来交代事情 荣禄起初还是放心不下 可没想到袁世凯突然演技大爆发 说出了一番满含着诚意与忠意的肺腑之言 卑职以为一个国就像是一个家 太后就是卑职的祖母 皇上就是卑职的父亲 我们这些做臣子的如做子孙 身处祖母和父亲之间 唯有凭死利进行调和 一旦发生轮常之变 我们这些做臣子的不敢言 也不忍听啊 中堂大人 卑职 誓受国恩 更蒙中堂的提拔和保护 无论是皇上还是皇太后 若有些许不安 我们这些做臣子的 唯有以死报之 中堂 中堂大人 卑职今天的这番话 句句出自肺腑 无中俱焚啊 这一番声味俱下的肺腑之言 堪称职场典范 任何一个领导听了下属 如此诚心的哭诉 再大的怒气 也都避讳烟消云散 果然 荣禄脸色瞬间缓和 叹了一口气 随后便俯身请袁世凯站了起来 至此 两人终于站到了同一阵营 荣禄决定将此事亲自上报太后 并让袁世凯一同跟随前往 另一边 在前清宫内 太监手持大绑 气氛严肃 而慈禧太后则铁青着脸 对着光绪就是一顿怒喷 天下是祖宗的天下 你怎么敢任意妄为 大臣是我多年挑选出来辅佐你的 你竟敢不用 还勾结叛逆 你这个逆子 秦爸爸 没有人叛逆 儿臣也没有叛逆之事 这是什么 慈禧把密照劈头盖脸的扔向了光绪 历生质问为什么给康友为下秘制 让他谋反 其实光绪这份诏书是要交给谭四统的 本义也是想着让维心派们想出一个万全之策 既能维护变法 也能遵循太后的旨意 然而康友为看了以后 却突然生出了谋反之心 想知太后于死地 光绪帝只感觉百口难辨 此时的慈禧也根本听不进去任何解释 他逐渐由愤怒变成了悲伤 我就不懂 你怎么就这样子恨我 我是你的母后 是你的亲爸爸呀 我辛辛苦苦把你拉着他 你亲着我 你要改良 你要变法 我没拦着你呀 我好好的在园子里头待着 我到底哪一点爱着你了 你这么对待我呀 正当慈禧气不成声势 大殿的门忽然开了 荣路和袁世凯匆匆走了进来 两人跪地请罪 表示救驾来迟 大殿之上所有人的目光都盯着荣路 作为后党最粗的大腿 他接下来的任何意见都将决定谋害慈禧的罪名是否成立 荣路接过那本手抄密照仔细观看 而袁世凯则用膀胱急速地瞅了一眼 结果被吓得瞬间全身冒冷汗 因为这本手抄密照正是谭思彤那天夜里所带来 袁世凯心情惶恐 他左右瞄了一眼 突然撞着胆子来了一句 禀太后 谭思彤就是拿着这份墨血的密照 让臣起兵为一合缘 光绪帝转头看向袁世凯 眼神中充满了惊诧 但很快就变成了仇恨 慈禧侧眼凝视着光绪 而大臣刚义则抓住了这个整款地道千载娘机 奴才恳请太后 费地 刚义带头下棍 其他大臣见状也纷纷复役 庆王犹豫了片刻后 也终于跟着跪了下来 然而慈禧却并没有搭场 而是把目光盯向了袁世凯 在慈禧看来 袁世凯就是一个妥妥的投机分子 所以这次绝不能饶他 袁世凯 诚在 你手蜀两端 我岂能容你 来人哪 来人哪 太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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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臣 臣中兴耿耿啊 太后 中兴大人 太后 袁世凯 忠勇可嘉 如果不是荣禄主动请英去直立总督把控军权 现在的慈禧也许早就脑袋搬家了 可以说在整个事件中 荣禄绝对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所以当他主动为袁世凯求情的时候 慈禧也就给了他这个面子 荣禄 奴才在 你又怎么说呀 奴才以为不能废地 奴才恳请 太后 训证 唯心变法的末日来临了 慈禧 训证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发动了戊戌政变 我变法 无不流血 流血方能唤醒国人 卓如 我不是白白去送死 不有行者 无以图将来 不有死者 无以换后来 死有何难 活着 继续我们的事业 那才是真难 父 卓如 我为其义 君为其难 拜托了 父上 我愿称他为最硬的男人 他就是谭四同 一个文武双全豪气甘云的孤胆英雄 现在的局势是令人绝望的 维新派领袖康有为临阵脱逃 两面派小人袁世凯被判告密 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 无数的官兵全程捉拿叛党 在如此危急的时刻 谭四同却甘愿做一个逆行者 他拒绝了和两起超东渡扶桑再图未来的机会 而是毅然转身 选择用流血和牺牲来成就变法 勉励国人 其实谭四同早就做好了为变法而牺牲一切的准备 在康有为还没跑的时候 他是唯一一个敢主动请应 担当刺杀慈禧的人 康先生 心就如水火 大权在台后 我们成功的可能微乎其微 本来不必冒破 但我赞同先生 即使我们近日失败 却是为明日成功奠基 先生 为了违心大业 为了明天 四同愿意前往 和康有为梁启超比起来 谭四同的这份坚定显然要更加强烈 戊虚政变爆发后 他坦然地将文稿和家书交给梁启超 请梁启超帮忙寄给家人 随后便毫不犹豫地返回了流洋会 而此时 大批的官兵正在从四面八方快速逼近 在流洋会馆内 谭四同倾盆洗手 并最后一次弹奏崩停起 那一年 在他老家的院子里 雷电将一棵六丈高的梁桐树劈抖 谭四同便将树的残干做成此情 命名崩停 寓意是要将那雷电的铿锵之声长流天地 只有这样 才不会辜负这棵梁桐老树的良知美财 很快 随着一阵杂乱的脚步声传来 大批官兵闯进了屋内 谭四同淡定地弹奏完最后一个音符 随后便一把火将崩停点燃了 他随着官兵阔步而去 只留下一个孤傲的背影和一首千古流芳的诗文 望门头指思张简 人死须于带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 去留肝胆两昆仑 公元1898年9月28日 杨瑞 刘光帝 康广然 杨申秀 谭四同 林絮 在菜市口引颈旧路 史称物须六君子 持续了103天的违心变法最终宣告失败 前清宫内 光绪地面色艰难地宣读圣旨 一切恢复旧旨 慈禧太后开始了第三次垂帘听证 不久后 慈禧便把光绪幽禁在了银台这个小步道上 李莲英跪倒在地 眼泪忍不住地流了下来 在这场残酷的权力斗争中 败下阵来的光绪 除了是一位皇帝 更是一个可怜的孩子 不远处 慈禧凝视着银台孤岛 心中的五味杂陈来回翻译 在这场权力斗争中 慈禧胜了 但付出的代价 则是对亲情的忍痛割舍 就在国内正闹腾维新变法的时候 早有先见知名的李鸿章 却跑到欧洲躲了个干净 他这次刚从国外旅游回来 便第一时间来找领导报道 同时还带来了好多新奇的玩意儿 而对于慈禧来说 他刚刚搞定了国内的局势 不仅把维新逆党给一网打尽 而且还以身体患病为由 把光绪地囚禁在了银台孤岛 慈禧想费地 大臣们很多都上书支持 但荣禄和李鸿章这两位大佬 却没有明确谈 这次急于召见李鸿章 正好可以试探一下他 慈禧把玩这一台险危机 突然就说道 去年康党还没闹起来的时候 你就躲了 我还是让你出了养了 可我告诉你 现在有人弹劾你是康有为意党 你还是没躲过 如果一般人听到这么问 也许心里早就慌了 能做的就是赶紧澄清 然而狡猾的李鸿章 却不按正常套路出牌 偏偏以攻为首 老臣就是康党 去年务须违心 老臣没能亲自参加 可皇上和康党的一些新政 正是老臣想做 而几十年没有做成的 老臣侥幸没有能够成为康党 可老臣的心里 那实实在在的就是康党 这番话说得很精密 彼此时说我李鸿章 非常支持康梁的变法 但却并不支持变法康梁 慈禧当然听得懂 毕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 显然用康党对李鸿章发难 是敲在了棉花上 于是话风一转 直接开门见山的表示 皇上生病的事情你听说了吗 然而李鸿章却摆出了一副面瘫的表情 好像啥都没听见一样 见这个老头竟然装算 慈禧于是继续猛攻 你不用跟我装聋作哑 我跟你明说了吧 朝臣们都上了折子 要我把皇上废了 你怎么说 李中堂 太后问你话呢 李鸿章 你聋了 太后老臣的耳朵确实聋了 太后和皇上的家事做臣子的不能语文 如果太后还要问 那老臣的耳朵可真要聋了 其实李鸿章的沉默就已经表明了他不知是废地 慈禧当然也明白 这老头之所以装聋作哑 就是为了避免和自己弄得点不痛快 慈禧长叹了一口气 心想既然你不想管 那我就再放过你一次 上一遭你既是躲过了 这一遭我还是放过 我看你闲的时间也够久了 广东毗邻香港 这个地方也需要有个靠得住的人去看着 老臣叩谢太后隆恩 我还没说什么呢 你谢我什么呀 老臣愿意为太后去看管梁广 慈禧心中不禁骂了劫 自己明明说的是广东地区 然而李鸿章竟然给自己升了半计 要去当梁广总督 看来没人能玩得过你这个老小子 也罢成全你就是了 李鸿章如愿以偿的当上了梁广总督 他是躲过去了 然而压力却给到了另外一个朝廷重臣 那就是直立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 对于是否费力皇帝 荣禄是第二个没有表态的人 他现在所头疼的事情 就是应对各国公使 山东巡抚欲嫌纵容义和团 伤害西方传教士 这让公使们非常不满 第二件事也是更重要的一件事 那就是西方各国强烈要求派遣医生为光绪皇帝看病 因为他们对皇上能否代表清政府非常关心 也对太后的再次训证表示困惚 各国都这么认为吗 姿势体大 本王今日答复不了诸位 待本王请示皇太后 再给诸位个回音 送客 西方各国对光绪皇上的关注 让荣禄一时间不知该如何出入 这也是他没有表态是否该费力皇上的重要原因之一 然而留给他的时间不多 因为费第二人祖徐同和刚毅 奉了太后的旨意 早早的就在荣禄家里等 是荣禄最无赖的场面 他双手捧着废地的奏折 装作要打开看的样子 可突然 哎呦 哎呦 我的肚子 哎呦 容忠他 哎呦 你怎么了 哎呀 真是不敬之至啊 我正在茅厕 哎呦 谢礼未竭 胡亭二位前来 急忙出来相见谁知道 哎呦 疼死我了 哎呀 我的肚子不容我呀 哎 哎 容忠他 快 背脚 哎呦 好好伺候这二位大人啊 容路赶紧让人起叫 他现在要急着去找一个人 因为只有这个人才能真正的救他 此人正是李鸿章 可以说 这是容路和李鸿章的又一次协同作战 实际上 这俩人从本心来说 其实是希望太后废掉皇上 因为一旦光绪掌权 他们作为后党骨盖 肯定是没好果子吃的 然而现在的形势早已今非昔比 以前太后一人能做准事 现在不行了 异国之事早已不再是异人之事 皇上变法违心 太后再次训政 虽然你我心里都明白是怎么回事 可洋人明白了 费力之事如果真的要实行 危险万壮 在朝廷大臣和外国人看来 是由于太后和皇上的党派之争 导致了违心变法的失败 所以如果此事废地 势必会引起朝臣和外国攻势的反应 一旦冰封再起 那愚民于国都将是巨大的灾难 民为众 社稷次之 君为卿 一言兴邦 一言丧邦 有时候 就在你我的一句话上 特别是你啊 众花 李鸿章的话让容路陷入沉思 他心思一动 马上就有了主意 于是起身告辞 立马赶回了家 此时已经是后半夜 徐童刚毅这俩货也真是够执着 竟然在容路家里等着睡着 容路命属下叫醒二位大人 随后神色坦然地接过了废地奏折 不敢看 不敢看哪 你 你 你怎么敢 你 为什么不敢 我二人奉一职 命你越看此折 那又怎么样 你 你竟敢违抗太后一职啊 明日早朝 先告你个大逆之罪 警辩 哼 容路怎么可能会给他们告状的机会 等徐童刚毅二人一走 容路立马被绞 直奔一和园 刚一见慈禧 容路立马跪地不起 首先承认错误 说自己把废地的折子给烧了 慈禧吃了一惊 但见他能主动前来请罪 也就没有大动肝火 而是想听听他到底什么意见 太后 当前局势 骤然实行费力 必招大祸呀 招什么大祸呀 先说西洋各国 你怎么也拿西洋来压我 容路表示 洋人们受到海外康梁的蛊惑 都认为光绪才是真正的英明君主 所以都在立保皇上 如果应要废地 必然会招致西方列强们的不满 大清将永无宁日 再有 外省的很多大臣也都不同意废地 他们更希望太后能稳住当前局势 让大清朝更加安定 在容路的一番忠心恳求之下 慈禧最终放弃了废地的念头 然而老谋深算的容路却不满足于此 太后 洋人请求给皇上斩兵 你怎么又是洋人呢 中外之口难防 就让他们给皇上看看 也好堵住洋人的口啊 容路被称作是晚清最复杂 最懂得牵制权衡的人 他不得罪太后 不得罪皇上 还不得罪洋人 同时呢 还能让这三方相互牵制 因为只有这样 他个人的权势和地位 才能御家牢固 第二天 在众人奇怪的眼神中 踢着光头的西衣开始为光绪帝看病 只见他又是带听整齐 又是看扁陶体 一番折腾后 最终得出来一个尴尬的结论 他只是有些虚弱而已 一听这话 莲子后边的慈禧不经心中意解 皇上没病 那不就等于说是自己故意囚禁皇上呢 然而慈禧没想到的是 德国公使接下来所说的话 则更为震撼 我代表国政策和各国公使 向庆祝兰国家 慈禧气得有点发抖 荣禄也知趣地跪在地上 用洋人来牵制太后的墓 看来是达到了 慈禧愤怒地把烟头按在点心上 嘴里不断骂着洋鬼 很快 一件大大出乎人意料之外的事情 突然就发生了